日本樱花女神山口百会 日本樱花女神山口百会从小美到大 那个年代才叫金燕 日本樱花女神山口百会 可以说是那种从小美到大的人 在当年的那个年代才叫做金燕 在人们心中 百会是永远的明艳少女 美丽青春 小鹿般的眼神 还有眼角眉梢那一抹淡淡的哀愁 令人惊艳 而与她有关的一切也在若干年后 成为一代人美好的青春回忆 山口百会自幼生活 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 父亲另有家世 对母亲是暖中气 童年的不幸处就一代女神 百会却对美满婚姻和家庭的渴望 比任何同龄的女孩都强烈 此外 幼年时代的小百会呆萌可爱 随着年龄的层长 越发青春迷人 从小美到大的女神当属山口百会 她以青春温柔的形象出现 让人们觉得她就是日本美好年代的象征 也令三浦有个为之清新 二人合作的主要作品 有一道的舞女不知记血疑 是得冲击绝唱当 百会在事业 巅峰期会出一谈 与三浦成婚 幸福一生 祝福他们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